欢迎你们今天来到科学院 我们公司叫做科人 我们专门研究一些不同的图层 用在一些不同的情况 今次我想介绍的是一种新的图层 用在太阳灵板上 一般太阳灵板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是因为太阳灵板表面用玻璃封装 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 你就会知道玻璃表面很反光 而反光的问题很严重 令太阳灵板的效率下降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太阳灵板放在户外 很多时候就会有很多层 放在表面上 如果三个图层用太阳灵板 你基本上就没有了30%的效率 所以我们新大奥 研发了一个全新的纳米技术 而这些纳米的结构 可以提升到光的吸收 第二样东西就是可以做到一个荷叶的效应 令到我们减少了清洗的次数 而最好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可以 就算太阳灵板即时装在天台上 我们的图层都可以在后期加工到太阳灵板上 令到它可以达到即时的效果 大家好 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 Taxon Green Capital 绿色绿涛金融资本 我们的公司里面最主要是为一些 是有心于推动地球的绿色环保的企业 他们想推出一些项目的时候 我们为他们做了一些融资的服务 刚才我说的绿色金融服务 包括了我们会协助各机构 去选定一个绿色的项目本身 做一个筛选 筛选之后我们会给一些意见 如何去优化这个项目 以至达到一个可以绿色认证的级别 当项目离定了之后 我们会帮他计算整个项目 需要的融资金融器 在金融方面 亦都配合整个项目的推展 我们会帮他寻找相关融资的渠道 其中有一种的形式 是大家可以直接参与在当中的 这个就是跟我们说再生能源有关的 太阳能发电 其实大家是可以随手可得的 香港在地球的太阳辐射里面 每天的阳光照射 起码有3.5小时 是适合太阳能板 产生一些电流出来的 而这个设施 如果大家本身拥有厂房 或者我自己的商业大厦的楼顶 已经可以做一个很简单 3个月的工程 可以做好一个设施 直接帮助地球 用太阳能产电减少炭排放